七炸三黃鮮菜 好,今天主要準備的材料有鮮菜、雞蛋、鹹鴨蛋、皮蛋還有水 那首先我們就把鹹鴨蛋打入碗中 之後我們再將鹹鴨蛋黃撈出 然後準備把它切碎 蛋黃切碎之後呢,我們就將皮蛋去殼,然後一樣切碎 再來就是將切碎的那個皮蛋還有鹹鴨蛋倒入碗中 然後再將兩顆雞蛋打入碗中 加適量的水,然後攪拌均勻 好,攪拌均勻之後呢,我們就可以拿出我們七炸鍋的那個內鍋 然後加上少許的油 然後再將攪拌好的一些蛋汁 然後倒入鍋中,再加一些料酒 加入料酒之後我們再攪拌一下 然後就可以放進七炸鍋中 用180度來烤25分鐘 在等待的同時呢,我們就可以來處理我們的鮮菜 好,首先將沸騰的水加入少許的鹽 然後再把鮮菜放進去,汆燙 汆燙好了之後,我們就可以把鮮菜撈起 然後擺盤,再將我們煮好的三黃蛋切塊 就這樣美味的鮮菜三黃蛋就完成了 CHA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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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 CHAA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